原來臺灣跟中國都有埋藏於地底的 很大的軍事秘密嗎 其實從以前到現在 大家都發現到 發現到這個戰爭的進程來講 其實到最後地面 地面戰其實都是最後一步了 所以如果以現在作戰來講 大概第一個大家都會想像到 大概大規模的空襲 這第一個嘛 就是你取得這個空襲完了之後 你會大概先拿到空優 空優完了之後拿到海優 海優完了之後就進入到陸地戰這樣 所以各國其實都在防止 第一集的這個過程當中 第一個要想到的是 不是我自己要發動戰爭 而是我如果如何在第一時間裡面 能夠保存我的戰力 因為我戰力能夠保存完了之後 我才可以再進行第一集 這第二個 第一個 第二個 有人講說用兵跪在神速 最好就是怎樣 讓人家神不知鬼不覺 也就是說如果現在衛星一拍 對不對 你如果地面上面大規模部隊 都要掉來掉去 大家就知道你一定有搞小動作 所以這裡面就會發現到 其實要如何讓我的這個兵 這個部隊在運動的過程當中 不要被別人發現 某種程度上面來講 我跟你講從古到今 大家都在太胖 你知道嗎 真假 中國大陸曾經有被找到 就在柏州這個地方 曾經找到一個叫做 地下長城的東西 那在這之前其實沒有找到 先給大家看一下 他在民國二十七年的時候 那時候當時因為抗日戰爭 爆發完的時候 那開始有些這個大興土木 那結果他們復活州這邊 在修建防空洞的時候 突然挖挖挖說奇怪 那裡面有一個空你知道嗎 再一挖下去發現 從一個洞變成一個坑道 從一個坑道裡面 他們居然發現到 裡面是非常長的坑道 哇很酷耶 對那你在畫面上面所看到 這個就在安徽 事實上被稱之為叫做 曹操運兵道 那為什麼呢 曹操運兵道 對據傳他是在東漢末年 那個時候當時曹操 他就檢查說 我那個部隊 我要調兵對不對 那我先把部隊如果藏在那個地底下 我從地下裡面走過去 你外面又看不見啊 那所以我可以怎樣 你知道挖地道挖到你後面去 然後呢等到你在那裡做 照我說你後面跑出來 我跟妳講 其實古境中外都是這樣幹 你記不記得越戰 越戰當時越攻最容易 最擅長什麼你知道 就是挖地道 然後包含到遼國戰爭的時候 那時候其實他們也都是挖地道 所以通常你在這邊前線作戰的時候 你後面突然有人開槍 不是你隊友打你 是敵人從背後跑出來你知道 那當時曹操就做了這件事情 他就做了這個運兵 可是你剛剛在畫面上面 所看到了 事實上有一些那個燈管 當然是現在就裝進去的 但問題是你光看那個岩石 你看當時用了多少人力去逐出來 所以以前人家都要講說 哇以前這個中國大陸 有這個萬里長城 大家都知道 後來才知道原來地下 有這個所謂的地底長城 你看他僅從一個人這樣子有沒有 那個小的地方 僅從一個人這樣子出路啊 那你一個大部隊要運動一個坑道才一個人 一個人你要運到什麼時候 而且還要運兵器等等的耶 是啊 所以你就想到 其實在當年的時候 因為他可能你看東漢末年 可能每個人就拿把劍 有沒有拿個盾牌 或者是這個這個有有個弓箭之類的 你大概沒有重兵器嘛 可是後來就發現到說 中國大陸啊 其實他有很多這個現代的地下長城啊 而且地下長城建的都非常非常華麗 而且非常非常大 因為華麗可能不太對 但問題是他那個坑道已經不是你剛看到一個人可以走過去的 他那個幾乎是整輛車都可以開過去你知道嗎 那你在畫面上面看到這些照片 事實上也有他們自己央視自己報導過說 他們其實做了很多地下的這個所謂防護措施 那這種防護措施其實最早的時候啊 其實就他的概念來自於什麼你知道 他不是只單純用用這個運輸人那個兵而已啊 我剛講到在發動戰爭的過程當中 第一個是我要打別人 我當然要搶救一敵必中啊 問題是我要防止別人打我啊 所以以中國大陸來講 全世界其實有三個國家 這個就是美國俄羅斯跟中國大陸 目前為止看起來是三個國家 可以做到什麼叫核三位一體 什麼叫核三位一體呢 就是他所上所擁有的這個核子彈啊 第一個他有洲際彈道飛彈 第二個他有潛射型的彈道飛彈 第三個他有空射型的彈道飛彈 就是我有陸海空這個概念啊 那我海是不是藏在海裡面空 就飛機就開走 可是陸上的飛彈基地 最容易被人家打 那中國大陸其實他不做了很多的 這個所謂的地下的 這個所謂的碉堡或者是長城 某種程度他就是把他的這個 打擊的能力藏在地底下 也就是你看到美方為什麼現在 大家都各國都在研製那個炸彈有沒有 他一定要研製一種功能叫鑽地彈 因為你如果都放在地面上 他K過去爆完了之後 就發現到說地底下都沒傷嘛 所以各國現在都在研究鑽地彈 其實就是在應付這種所謂的地下碉堡 那當然有一些的這個傳言是傳說 他有很可能在裡面 那個地下道裡面做什麼 做人體試驗或什麼 那這個老實講 你要有更多的這個證據 甚至有人講說在裡面 就是弄人體器官或什麼的冷氣 甚至還可以做什麼你知道 其實有很多在做這個地下坑道的時候 都是在應付未來 真的發生核戰的時候 他要讓你能夠躲到 那個坑道裡面去 而且他能夠存活 所以他現在裡面的防護的措施 其實都已經非常非常強大 那很多人就覺得說 臺灣其實有很多很多的地下坑道 或者是在跟戰爭有關 最大最有概念 就在金門跟馬祖 那其實你到金門去參觀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比如像宅山坑道或什麼的 現在都做到燈光美氣氛家 你知道嗎 旁邊還有霓紅燈 你過去的時候 走那個旁邊的便道過去 像畫面上面你看到 走那個便道過去 還有七彩霓紅燈 根據那個燈光 這比那個曹操運冰道寬敞多了 當然大很多對不對 其實他們當時在做這個時候 也有考慮到一個地形